其實很多朋友一聽到移民到英國 第一個反應就是 好像要交40%遺產稅 其實這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富不過三代 其實這句說話 如果你真的移民到英國 而你有錢有資產的話 這句說話很有機會會映染在你身上 假設爺爺有一億身家 如果他傳給一個兒子的時候 就只剩下6000萬 再傳給一個孫子 0.6的二次方 就剩下3600萬 英國政府就會收你6400萬遺產稅 所以要解決遺產稅的問題 你就要在離開香港移民英國之前 你就要做好理財規劃 一般來說都是兩個方法 第一 你就準備好錢去交稅 第二 你就要做好一個理財規劃 譬如你要成立一個信託 去合法地去規避這些稅款 其實還要說 死亡和交稅是人生不可避免的 究竟我怎樣可以準備這個稅源 去幫我交錢呢 所以一般人都會買一份人壽的保單 因為死亡的時候 未有一筆錢可以交給政府 不過問題就來了 究竟我應該是買終身人壽 因為是定期人壽 不如我簡單和大家分享一下 甚麼是終身 甚麼是定期人壽 終身人壽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買了 供了一定的年期 一般就去到100歲 或者更加長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一筆賠償 至於定期人壽 它就是會大約供一定的年期 可能20年、30年 或者供照一個特定年期 可能85歲、90歲 這一張保單就會失效 所以如果你買一個定期人壽的時候 到達40年後、50年後 到時就新顧 不過你的單原來只不過是30年 到時你的保費就白費了 不過你也得不到任何賠償 也沒有錢去幫你交這一筆遺產稅 你的後代依然都要用自己的錢 去給了這個遺產稅 才可以乘計你的遺產 假如你買這一份定期的壽險 是保到80歲 但是你80歲之後才新顧的話 那你就會失效 因為你拿不到任何人壽保險 最後想和大家分享兩個 購買人壽保險的小貼士 第一個就是 在你買這一份定期人壽保險的時候 最好有一個條文 就是可以在一個指定的年紀 例如65歲之前 你可以將定期人壽的保額 由定期人壽轉為終身的人壽 至於第二個小貼士就是 因為很多地方人壽的保險賠償 是需要交遺產稅的 所以在你購買這一份保單的時候 適宜計算要多買一些 去遺產稅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Inbox、Yahoo新聞、Facebook的專頁 我們會解答你的問題 大家 Yahoo Iahoo sir 和咖 s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